DF函数其实最重要就是算那个月份 因为他会自动帮你去换就是计算的时候会帮你自动 算出他那个月是28 29还是30 31 所以这个问题你交给他你就不用再去管月份是大还是小这个问题 但你未来算你也想说那我除以30天可不可以也可以可是问题答案一定会相差又错 一定会有错了不可能说 差个一天都不对了 那所以呢这地方那我们可以用DF函数来做但是DF很 奇妙的一点就是说你插入函数的时候呢在这里面是找不到DF这个函数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DF其实是 以往在LOTUS 123 这个是在DOS环境很久很久以前要应该现在没在用DOS 在那个年代的话呢四算表是用LOTUS123 那他为了要相容于LOTUS123所以把在LOTUS123的那个 这个那个DATIF函数也搬到以Sale里面 不过这个是因为有专利的问题 所以他没有办法把它放到但是他可以借由输入公式的方式 达到相容 OK所以这地方的话当然你不能用插入函数 可是你可以用自己打的DATE DIF 他也会出现 那DATIF这个函数呢 基本上 他 三个东西 前面的日期 逗点 后面的日期 所以你相较一下 反正前面跟后面这个当然就 比较一下 然后再来就比什么 比Y的话就是 年相差起年按打勾就可以了 然后面的话我先把它填满你可以把它改一下 如果你改M的话呢相对的他就是什么 他就比月 这边的话呢 年相差26年 不过26年好像是前面有没有用过 他基本上会去 比较说你的生日是否到比如说8月15 26 可是如果你把它改成8月12的话那后面日期还没满 所以基本上呢 这个地方会变成25 有没有OK 为什么因为他还没满 那 不过如果你不用DATIF的话 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完成 计算年的问题 而且还要 判断他是否有满 前面我们有讲过吗 你用逸尔函数呢 逸尔抓 抓这个 逸尔抓这个 有没有 他会抓到2016 减掉1980 一减也是可以 但是问题 一尔函数呢 他不会管有没有满 反正他只会看 如果没满也是算满 OK 那就应该还有印象吧 我们用一尔函数 这边有一个那个 Y 一尔 这个一尔 一尔是抓 某个日期的 有没有 年出来 月跟日不管 那你可以剪掉什么 剪掉 再把这个复制一下 Ctrl C 然后后面这个日期 是剪掉前面这个 打勾 26 25 有没有 但如果可能 如果你的逻辑 是不管了 反正只要粘满就好的话 那你可能要用一尔 你不能用DATIF 因为DATIF 他会 去帮你 比较一下 OK 那另外当然如果说你 除了用一尔之外 如果说你今天呢 用 有没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类似 如果不用DATIF 其实另外还有个方法 什么方法呢 其实你可以用什么用 这个像刚刚那个天数来算也可以天数 减完之后 他会是9000多 天嘛 那其实你可以怎么样把减完之后 除以多少呢 除以因为一年一定是365 对打勾之后 会是这样26年 有点多少对 那其实没有那个点的 所以通常怎么样外面可以再包个什么 INT 有没有 你就INT意思就是求整数吗 就无条件把什么 把那个 那个 那个什么 剩下的天 扣掉不就好了 OK其实也可以用这个方法 我看也有人用如果你不用DATIF 用这样的方法也可以算出 年到底相差几年 而且是 一定要满 如果你没有满的话 我看这个地方 这个 他除完之后 那会多印 除完之后 他会变成 多印 如果他是 10月 365 他这个算 天数除以360 如果他有满一年的话 会多一天 年会多一多一年了是不是 因为 看一下是 减掉 除以365 OK 这个 这个再看一下好了 也许 大家有这种方式 几个思考的方 不就是用DATIF 不就是用EAR 不就是用这个方法 也是365天 其他的话还有就是月 DATIF 我觉得作用最大应该是那个 算几个月 几个月的部分 一样呢 如果你没有满的话 他也不会增加一个月 可是如果你这个地方有满的话 那他一样会帮你加一个月 那日的话 当然不用 其实我觉得这个日 用到期率其实也不大 其实 你可以直接就是天减天 像刚刚我们这样子 等于什么 等于 后面日期 减掉前面的日期 其实减完之后呢 他也会是一模一样的 天数 那后面这三个可能比较特殊啦 这个所谓YM 是说我不 不比 不比 这个 这个年 后面这个月跟日 相差几个月 也就8月15 到10月12 相差几个月的意思 那其实呢 就像底下这个问题 几岁之后 剩下来就比月 所以就是在利用YM的方式 可以再比出 他们之间 年已经扣掉了 再来就剩几个月 那这个月份 特别重要 这个我把这个地方改成YM 那他有个特性就是说呢 年不去管 8月15 到10月12 相差一个月 那如果说你这边改成15的话 他就两个月 多一个月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 这边前面是 前面 刚刚是前面小后面大 可以用减的 可是如果现在 变成两个颠倒 8月15 到1月15 1月15 那不过特别重要这个特性 如果这边 的 就是日期比较小的话 他会当成是下个年度的 也就是说呢 这个今年度的8月15到下个年度的8月15 相差几个月的意思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特别注意 那再来YD是算天 就是说 里面的话就是跟YM 其实 道理 一样 是差别说一个是求 相差几个月 那YD的话呢 是相差几天 8月15到10月12 相差59天 那MD的话呢 就是也不管年 不管月 15号到 12号 相差几天的意思 所以这边的话呢如果改MD的话 那基本上呢 他是算 15号到 12号比较小 所以算下个月的话 所以相差28天 那当然如果说你后面 改一个比较大的数字 比如说19的话 那当然就是把后面减前面 4天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利用这 这上面的六个参数 试着做一下 就是说这边有一个 我将来希望看到的结果是 这个人的生日是一个完整的叙述 他有几岁 几个月 又几天 那这个当然会牵涉到几个问题 你可能N的部分 他会是一个公式 公式的话可能用 Dedif来做 但是中间的东西呢 可能又会是一个字串 所以公式跟字串之间 如果他串的话 记得前后一定要加什么 end符号串接 所以这个 这个一个公式两个三个公式 前后呢 记得就是把他结束之后 end 串一个公式 再end 再一个双以号 算的话一定是一对的 你不能少一个 少一个他也会出错 OK 那请各位 他会了解一下 Dedif的特性 再试试看 了解一下有关那个 这个Dedif 如何去计算那个精确的天数 啊 不许可 不许可